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联合秘书长 全球中小型企业联盟首席摄影师 好莱坞 中国摄影导师 目前的余金红已然成为30多个国家元首 吴奥巴马 潘基文 卡梅伦等指定的摄影师 在业界缔造了辉煌的世界与记录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让世界都看见 我是主持人辛佩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 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我们中国首席摄影师 于金黄余老师来到现场 我们欢迎他 各位观众大家好 首先请余老师来跟我们全球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踏入摄影圈的呢 因为我从小就受我父母亲的影响 我爸爸是特别喜欢音乐 然后他也喜欢摄影 所以我就受我的父亲的影响后 然后从小就特别喜欢美 也特别喜欢去穿着打扮 后面就是慢慢慢慢地就特别热爱到了美的视野 那我从小就有个梦想 想拍片全球 想当一位摄影师 有了这个想法的时候 有了这个梦想的时候 所以说给自己下定了一个目标 我要在多久时候 我要成为一名摄影师 是 我想每个人都有梦想 但是很少人可以像余老师一样 把梦想化作现实 并且在现实当中成就了自己 真的是非常地了不起 但是俗话说万事起头难 余老师您还记得刚入好学的生活吗 记得 其实说到这里还确实有一点心爽 曾经在学习去踏入社会的时候去学摄影 因为我从小长了一个娃娃脸 就看过去 本身就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看过去才十六七岁 就嫌小 所以去学艺的时候 一般的那些原来的那些摄影公司 都不太愿意去接受一个同工感觉 其实那个时候在找工作特别难 找去学 学习 所以那个阶段是去应聘了十家 基本上没有一家需要我 后面还是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 然后刚开始就自己在杂志上面去学习 去看各大的世界的各多的杂志 然后给自己充电 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游出去 终于找到了机会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想模仿是初步 学习是过程 创新才是永恒 余老师您能够一路从模仿 一直到现在不断地创新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 可以让这么多的国家人手 都来清点由您为他的摄影 究竟您具备什么样子的优势 以及条件 也不是说具备多大的优势吧 只能是说我的运气比别的好意思 这纯粹是一种运气 当然一个运气的基础 它是要有自己本身的底气 底气是什么呢 就是我本身你自己的摄影技术 至少要达到这个基础 所以说通过了全国的一些海选 所以最终从几百万摄影师里面筛选出 当然运气好 我就得到了这个机会去拍摄 这些全球的一些元首 所以有了这个 所以说给自己呢 也增加了特别多的能量跟力量 但是呢我相信余老师您能够争取到这样的机会 一定是因为您先前持续不断的努力 并且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展示出自己的专业 能够掌握出这么重要的契机 以及转折点 每个成功的人都是经历过从默默无闻的辛苦 一路坚持不懈的努力与过关斩将 慢慢站上成功者的舞台 余金黄老师也无例外 他透过对于美的喜好 对于美的热爱 对于专业的要求 让他在机会来的时候 努力把握住 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摄影师 那么您认为要从一个nobody变成somebody 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关键与个简单 我觉得首先一点 因为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公平 在公平的基础上 首先我们要与时俱进 当然我们有了这个机会后 当然在我们最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就是我们时刻都在准备的 就等着这个机会 所以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对 所以一直以来 您就是每一次都做好准备 所以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自然而然可以掌握得住 我想这也是我们值得 学习的地方 那么在您的人生当中 有没有遇过什么样子的低潮 低潮肯定有 低潮就是曾经在创造 创作作品的时候 也遇到一些低潮 因为中国或者世界上 摄影师太多了 所以摄影师这么多 我怎么能推影而出呢 所以我自己就问自己 我怎么能推影而出出来 我看了一本书后 我要说了解了 首先要给自己做我一个准确的定位 所以说我才寻求我到底要拍哪种工作 我最终定位一种人像摄影 后面又定位了更精准 就要拍肖像 所以说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发光点 自己的优势 这个我觉得就特别重要 但是呢 现在观众朋友一定有一个感觉 就是余老师是一个非常有格局的人 因为呢 您的出发点是为所有中国企业主在思考 可以帮助到人生 也从这当中呢 找到自己的定位 但是如今我们知道 余老师拍过这么多作品 其中包含了企业主 一线明星 以及国家元首 在这么多不同的领域 在这过程当中 您是怎么帮助他们 得到最好的表现 这个说起来 首先你的曾经的经历 就是你未来的愿意 所以说在我三十岁左右的时候 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才开始发光发亮 才开始真正的机会 降临到我的身边 首先他一个领袖 我们要跟领袖同频 同频很重要 就是我在拍领袖的时候 我前期会做好一些准备工作 我要了解他怎么演讲 他的故事 他的成长过程 他喜欢看什么书 从这个过程中 我完全了解这个领袖后 所以说我才有机会 去想方法能把它最美 最有能量 最有爱的这一点 把它拍摄出来 所以重点在于就是 把一个人的内在能量 在那一瞬间呈现出来 我想这绝非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而且我相信也是因为 这样悲凡的能力 后来吸引到更多不同领域的人 想要来跟老师合作 不甘于停留的 在舒适圈的于金黄老师 即使在人像摄影领域 已经达到国际大师级的等级 却勇于在2011年 跨足时尚摄影的领域 请教于老师 在2011年是什么样子的机缘 让你跨足到时尚广告圈 在原来的那个圈子里面 我是很难能再出名 所以说人的一生 他需要设计 所以我在想只有进入广告圈 我才有机会出名 所以说在巨人的肩膀上创业 会更简单一点 所以我后面就选择了 进入我们的时尚圈 时尚圈的拍摄 跟传统人像 还是有点小区别 因为区别最大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拍摄的人不一样 因为拍摄的人 他是属于超级IP 比如说范碧碧 无销过 人大华 李全 如果说我帮他们拍了 首先我在这个业内 就会比较聪明 拍完他们后 首先我自己就是一个IP了 所以说跟什么人在一起 你就会成为什么人 是 余老师 您有一句品牌的slogan是 我的形象我做主 你的形象价值前往 要不要来跟我们讲一下 您是如何诠释这一句话 这其中包含什么样子的理念 其实我们奥斯卡余大社会 在订这个品牌slogan的时候 在讲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特别是90后 00后 他们比较自我 他们比较以自己为中心 当然在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也是以自己为中心 所以说他是有个时间 阶段每个年代不一样 可是年轻人都是比较自我 所以我在讲 我们不只是服务于一些高端客户 可是我们要接地气 能服务于更多的大众百姓 这样才能让中国的形象文化 让所有的百姓能消费得起 所以我后面就是想想 那我们就定一个 我的形象我做主 我说你的形象你自己做主 你自己去想 你自己想的同时 你想变得更好 我相信你应该还是要找个专业机构 所以说才定了这个 我的形象我做主 在选择奥斯卡余大社会 所以说这个就是 我们对品牌的一个定位 就是全部的都是赋能于所有人 我们也不说我们能帮助多少人 至少说在所有的观众 所有的朋友 让他们了解形象的重要性 而且从自己开始 所以说才叫我的形象我做主 是 既然形象这么的重要 那对您而言 究竟什么是形象 形象是一种无声的语言 人不管在创业的时候 还是在你从校园出来的时候 形象一定走在能力的前面 为什么说形象走在能力的前面 举个例子 我跟你同一所大学地业 我跟你同样的颜值 同样的能力 我们同样去一个500强企业去面试 然后我会穿的会比你更懂得 他们喜欢的是什么 我穿的比较国际化一点点 然后我从这方面下手 您可能就穿的跟正常的面试的人去 然后我们同样去应聘的时候 我相信他一定会选择 颜值跟形象比较好的先进来 当然至少你初试要先进去 对不对 当然这是针对一些 我们年轻的一些大学生 出来工作肯定的 所以说现在大学的工作 创作打扮都比较职业的 颜值也比较好 比较注重自己的外表 当然内表呢 由我们国家已经在教育了 我们讲究要内外兼修 所以说我们奥斯卡与大社会做的就是 要让外表变得更有绅士感 女士呢更名媛 更贵旗 所以通过这种的感觉呢 就能让更多的人影响他身边的朋友 所以刚刚就说 如果说我跟你两个都是女孩子 你是办公室的 是老板 我相信你肯定会选择一个颜值跟穿着打扮 比较有品味的人进入你公司 当然如果再说是事业方面的话 如果说作为一个创业者或者企业家 其实对于企业家来说 形象绝对走在能力的前面 为什么我说了说形象 你的形象价值千万 这种价值千万不是说你的财富有多少 这跟财富没有关系 有一本书是我的形象价值百万 太多人说形象价值百万 形象价值千万 形象价值一万 他认为是我财富是一百万 我财富是一千万 我的形象就是一千万 其实不是 形象的价值它不是用钱去衡量 只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定义而已 这种价值是什么 你会吸引更多人关注你 喜欢你 你成为你的里面的焦点 你朋友圈里面的焦点 或者在社交圈里面 你是女性你就能鹤立鸡群 所以我觉得这个形象 是对于中国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中国泱泱五千年历史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必须要把这种更多能量 与时尚文化中心合并的 带到全球 我想听完这一段余老师的分享 形象这么这么的重要 也带给了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观念 以及思维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如今已经在许多领域获得成功的于金黄老师 开始看见自己肩膀上 肩负着更多的责任与使命 他开始将自己所拥有的资源与能力 转变成真正可带给大家 实质上帮助的方式 透过他的方式 将持续传达美的理念 持续让每个人的世界 都可以充满美的元素 那么于老师 我们知道你现在已经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现在也正运用自己的成功的经验 目前正创办一个新的美业平台 要帮助更多从事美业 以及所有对于美有需求的社会大众们 请问一下这个平台的理念是什么 我们要打造变美与战士平台 首先我是摄影师出身 当然现在也是创业者 可是所有人都一样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核心的就是 让全球的人民 让他能方便快捷地 找到属于他自己的那份美 现在很多的市面上的一些平台 他们其实在很多 他不能匹配一些资源 比如说你去预约去拍照 我要找个化妆师化妆 我要找个摄影师帮我拍照 然后你很难马上 立马能匹配人去为你服务 而且还有一个标准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摄影师 他到底值不值这个钱 是不是 这个化妆师是否值这个钱 没有一个专业的机构跟平台 去评定摄影师跟化妆师的级别 它的价值 这个行业它没有真正的标准 所以说有些摄影师他就标我 标一望 有些能力低的摄影师呢 他会觉得我也可以标到八千一望 那其实这种叫不匹配 对于客户来说他客户也不懂 那可能也付了一万块 你带我去旅拍 其实客户根本不知道 只有后面到了拍完后觉得不满意 那个时候你让客户心里就受到了很大的一种伤心跟失落 所以我们这个平台主要的就是让他们保护我们的消费者 如果说在平台上面的摄影师如果拍的不满意 化妆就画的不好 直接免当 你可以直接一站投诉不满意 我们平台会直接消负给他 所以说我们现在重点的是让所有的资源他能匹配能共享 摄影师是受奥斯卡于大社会的一个认证 有人认证他的价格多少 客户就一清二楚 一清二楚的时候他就心里就有底 还有平台给他保障 万一不满意我可以推垮 所以说我们叫做体验式消费 体验式消费说了恩怜 其实说实话没有落地 所以我要做到一个真正把这个落地下来去做这件事 就像我们习大大说过一句话 一切的成功都始于梦想 成于实干 所以说我们有梦想 可是我们一定先干了再说 我一直在问自己 我这个平台出来 我到底能帮助到我们的用户 还跟我们的商家 能帮助到他们什么 如果说你这个平台不能给所有的用户 跟我们的商家创造价值 其实这叫伪需求 所以说我们想到给他们创造价值 我们建立这个欧托的摄影师 摄影师全部录注到我们平台 我们能帮助所有的商家 就是摄影公司 未来他们不需要再养摄影师 化妆师 修图师 他们需要有多少量 向我们平台直接预约 直接为他服务 我们想把美的这份事业 要影响到全国乃至全球 那首先我们不能说用嘴巴说 我们用实际行动去做到 所以说我们世界制造 联合奥斯卡与大社会 做一个公益形 让中国形象走出世界 所以我们现在想 让所有的中国人 我们都让他们免费拍摄一张照片 这个东西都是实实在在 免费体验去拍形象照 艺术照 全家服务 而且不是免费拍 我们还免费送照片 每人还能送一张 所以我们这是体验式消费 你拍完满意后 你再去为你的照片买当 会不会更舒服一点 更核心的是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预约 很多都不方便 我们的这个平台 它的功能是一站式服务 就等于说除了拍照片 就是到店来拍 或者我们上门拍 其他选照片 修照片 拿照片 或者说做产品 相册相框 都在一个APP一站式搞定 所以说对于中国人 我觉得什么叫服务 再好的服务 你不可能服务到 每一个人都会满意 我觉得能让每个人 都能满意的 我觉得又能适合中国国情的 就是自己为自己服务 我相信全球的观众朋友 听到这里 一定非常期待 可以立即享受到 这个平台的服务 我也很佩服 余老师可以有这样子 宏观的视野 以及目标 那么在未来呢 对于您个人 或者是目前的事业体上面 有什么样子的计划 跟期许 我们未来要在 三到五年内 在纳斯达哥上市 因为上市不是终点 是新的起点 只有上市了 我才能为全球人民去服务 通过了O2O 然后呢 我们所有的照片 第一张都是全送的 就是让它体验后 你觉得满意 你再去消费 当然我们就会想更多的方法 怎么能把我们的产品 把我们平台 能设立得更好 除了这个之外 您个人呢 因为您现在是 中国唯一一个摄影师 排过三十个国家元首 听说您还有一个 更远大的目标 目前定的目标呢 是要为全球一百位领袖 总统帮他们拍肖像照 然后呢 未来三年以后 要在全球办一个 一百个国家总统的 生意营长 做一个世界巡回营长 把中国文化一带一路带出去 天哪 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定这样子的目标 我们也祝福余老师 可以早日达成这个目标 但是话说回来 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专访的内容 都围绕在美的这一个字身上 在余老师的眼里 究竟美的定义是什么 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形象 因为万物都是一种形 如果一座商把它的树都烧毁了 是不是又光头图不好看 如果说有绿树放上去 是不是看不去更好看 我觉得美是什么 美是一种无形的语言 当然它有一个基础 要不然不会这么多人 一定要去学美术 学艺术 有了这个基础后 才能去帮其他的客户 帮他创造更有价值 因为这个美呢 没有方法去用几句话 能诠释这个美的一个定义 因为在不同人的眼里 它美都是不一样的 美就在万物 真正的美是一种心灵美 所以说叫做道法自然 我们一定要按照自然的规律 美就在你的心中 你觉得美它才是真的美 这是我定义的是这样 是 那余老师也帮我们带来 对于美 一些不同的诠释跟思维 听完今天余老师的分享呢 我觉得体现了一句话 那就是成功绝非偶然 余老师从小就怀有摄影梦 并且一路坚持着自己的梦想 跟理想 现在呢不仅仅已经变成是 全中国最顶尖的摄影师 也是愿意 尽己所能回馈社会 放眼在造福全球朋友的 这个企业家 那么我们也祝福未来余老师 可以更加的活跃 那么呢 我也相信 透过余老师的付出 以及贡献 中国未来的美业发展 将有无限可能 非常感谢今天余老师精彩的分享 精彩人胜不胜限 让世界都看见 我是主持人辛佩 各位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次再会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